伊斯兰党不支持瓦安基斯达做走务大臣 伊斯兰党不支持瓦安基斯达做走务大臣 倒不如讲伊斯兰党现在也不支持安华了 可是这样子的经验出现可能不是 可能是这几年矛盾越累积越深的关系 因为如果让瓦安基斯达做走务大臣的话 也是相等于安华有机会在未来单人首相 所以伊斯兰党不能接受的不是瓦安基斯达 应该是安华 如果伊斯兰党的立场没有改变的话 写作大臣的课题还是属于将冀 未来可能会出现三个变化 第一个是喀利被投不信任票下台 第二个是喀利跳槽 跳槽去伊斯兰党是武统还是 在拉拢一些公正党议员组织一个 另外一个新的政府 不过如果他跳槽的话 伊斯兰党接受喀利加入的话 这是也意味着明年的瓦解 因为伊斯兰党不能够接受喀利 他们公正党和行动党也不会接受这种做法 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可能演变的一个局面 是解散州议会 进行闪电检举写解写这个问题 今天公正党最高理事会决定是以喀利不遵守党的议解跟指示 而不是以喀利有诚信问题 所以公正党要如何说服伊斯兰党 喀利有诚信问题 因为他接受费赂还是什么 所以他不适合担任这个州议大臣 既然公正党都没有办法以这个理由来开除这个喀利 他又如何说服伊斯兰党 喀利是有诚信问题 不适合再担任这个州议大臣 所以我看伊斯兰党在保守派的主导之下 很难相信也不会改变他们支持喀利比的立场 公正党开除了喀利比之后 星期一天就是明天是行动党中文会会议的 中文会会议相信行动党中文会会议是会 去接纳网伊斯兰党中文会会议 在未来几天的话还是处于一个奖金 直到伊斯兰党在17号召开中文会会议 这个伊斯兰党的决定是很关键的就是也决定了喀利比的命令 不过今天这个伊斯兰党的这个长老协商理事会的主席 伊斯兰党接受访问的时候讲他们会间接支持党主席 阿迪阿旺的决定就是他的阿迪阿旺的决定 就是让喀利比继续做州议大臣 所以尽管那个喀利比继续是没有党级 不过他还是有资格继续担任主席 阿迪阿兰